家乡的护导们大家过年好啊 我那是老杨 那你们别误会 我不是那杨树林 那小子人不咋地有点飘 我呀叫杨明 也别误会啊 我也不是那个篮球教练 我师父长得比他帅啊 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 搞了一辈子科研 研究出不少东西 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 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 但是呢 我心中啊 始终装着一个人 装了三十年 你们说我专一不 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 这不是吗 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 说今天要来看我 这就证明了一句话 叫好饭不怕晚 对不 来了啊 要我我多亏啊 都准备好了 要不然呢 这事还真就麻烦了 这就来了 哎呀 谁呀 艾伦 哪个艾伦呢 烧热炉那个宋艾伦 老顺头啊 对 那个 我要现在跟你说 我没在家 还来得及不 老杨 你如果要这样事的话 你信不信 我把你传成个球 我刮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 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 我没有探讨明白 我再来问问你 那个量子纠缠呢 就像你成天纠缠我 是对 先回来 你赶快开门 进入 我今天吧 确实有事 二一个那个 我家门坏了 你赶紧回家吧 那我回去了 你回去了 行 这谁家老太太呀 找谁 找老杨啊 没在家 上俺家去呗 俺家乌云脑 给你煮小的事 找俺上家 走 就记不住老太太的诱惑 咋的不让我进屋 这是进屋 抢老太太了 警报 警报 有不明生物闯入 有人 老杨啊 你瞅你不让我进屋 我是不是不留人嘛 给哪呢 主人 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 正在靠近 危险 危险 给哪呢 啊 你找啥呀 干哪呢 可这呢 啊 这呢 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 是他说的话 还整个我进屋长老太太 挺好个老头 人事让你给说崩了 你说 那他也不能说我 不明生物啊 说我白 说我帅 我啥都能忍 你说这个的话 我忍不了 我得揍他呀 你带我说一句 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 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 你快乖一声嘛 听不到的以为你灵怪臭豆腐来的 你 你给他按鼻子了 按什么鼻子 你要没事你赶紧走 有事呢 你知道吗 哎 这样玩啊 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 屋里的一切他都能监测到 啊 你就被带着擦住了 你看 你赶紧 不定 哎 你再控制控制我 我看看 你看你这个气 小助手 关闭窗帘 好的 小助手 打开窗帘 好的 小助手 在呢 把楼盖收开 对不起 没有土豆呢 你干啥呀 老松头啊 你上这来拆迁来了 走什么房子呀 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 我这也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接触 给楼盖找个样子掉下来 刮我抱住他 来个英雄住老太太 老松啊 你说你这一天 你说冬天烧割炉 夏天种点地 你没事啊 多关心关心农业 小助手 在呢 你给他讲讲我们辽宁的数字农业 让他听听 好的 现在数字辽宁 数字农业 足不出户就能够创造财富 农庄全面数字化管理 整个农场 智能小助手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而且随时远程操控哟 都是真实数字 那农场现在啥样了 正在汇报农场工作相关事宜 无人机已经完成撒药 鸡舍全部投放饲料 骨仓正在烘焙干燥 所有物品安全送到 而且他说话一套一套 我说你吧 你说你成天上我的纠缠我来 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 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 怪你找不着老伴吗 老杨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 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 都像你这么样努力 这不都成你了 还能嫌你 那老杨业余的时候 他关心点啥呢 正在搜索主人关注此信息 听听听 美女机器人 大长腿老太太 广场舞老太太 哎呀不知道 鸡爬老太太 特别老太太 他在等谁呢 再等一个老太太 喂 鸡爬 丢眼睛 这不是我发现了 行行行行 说这老太太是谁 行了 我也就不瞒你了啊 我等那个人呢 我也没少跟你捣过啊 鹰子 三多年那个呀 对 这不嘛 他给我来信了 说今天要来看我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 平时吧 都挺好 见着别人而已 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 唯独 我就是就是从小就这样 见着鹰子 就提这名 我的嘴 我就 我 是 他真要你设计这么厉害呢 那可不 他能经得起考验吗 你可别在这考验 你赶紧走 一会儿一样都到了 听我的啊 哎 我问他点题 他能回答上来不 你这样啊 你问问题 他如果能答上 你赶紧走 行不行 行行行 快点快点 小舅舅 在呢 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 五连问像九连环那么难 我问你 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 凉皮儿 吃月水半了 还叫凉皮儿 被门挤了的 河头吃了 还能不能 这午餐肉 晚上吃还叫午餐肉 肉色的湿袜 穿我腿上 还算肉色的不 请回答 小舅舅 跟在身上的暗 小舅舅一转懵圈 小舅舅核心嘴边锅乐 小舅舅自闭中 小舅舅要换了 小舅舅冒烟了 小舅舅 呃 小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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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諪啊 帖颜了 老杨 怎么坏了 好 过来 是陪他的事吗 嗯 你说我一会儿有多大事 你知道吗 我就这点话就存在里面了 一会儿人家来了 我说不出来 我咋找 我听你说呗 你能说明白啥呀 老杨 你这事你真得知我 他听你说不行 他是机器人 他代替不了人家情感 怎么再说了 你想想 你俩三十多年没见面了 那现在死不定长啥样呢 把你长得外挂裂枣了 你给我死个眼神 我领头厨一刺着你咬 就给送走了就完事了 你也知道 别害怕 别害怕 哎呀不行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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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住 稳住 老师稳住 有我你 有我你啊 帮你送快递的你 我想问问 谁呀 是老杨家吗 我是英子 我是英 老杨呢 万代呀 喂 你怕啥子念 哎呀 你咱也不得面对吗 我不行 我行 他这行 我就说 我说出来 哎呦 醒过来没 坐点啊 坐点 不是 我说不了 修机器 我修 请进 你好 你学院 听声音是不 是 请进 你是老杨 我是老杨 老杨 她大女 她大女 你出面跟个人 再问明白了才上手 要不由你吃亏呀 老杨在家吗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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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听到 语言表达也没障害 刚见你就有点紧张 别着急 你先背给她那么大的压迫感 你先吻一下坐一会儿 好好 老杨 那个也是到了 都先给我来个拥抱 你给我缓带一下 过来 过来 这几年没见面 老杨 你还好吗 挺好 挺好的 谢谢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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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道品 小月 还行 不吃了挺挺辛苦 是不 不辛苦 吃了水本 我不吃 谢谢叔 老杨啊 你快说话吧 你再不说话 一会儿我就跟我叫爷了 咱俩平分 不好意思啊 大哥 不好意思 老杨 扔了 他说扔的 他说阴子 他舌头有毛病 小时候管胸扔开 胸扔 没事 你别高级 慢慢睡 这么多年不见 你挺好的 他说这么多年不见 你挺老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说能不能 别帮倒门 他说在七盘山 给你买个房呢 房子不重要 我自己有 你别瞎翻 行不行 他说前面在买个停机瓶 什么的 行 哎呦 我说 这三十多年份白努力了 他说抓紧要个小baby啊 挺好的 你想打 哎呀我得忙 最少能要杀 哎呀 老杨 行 要 明尔康我给你带 啊 黄灰山 马瑞 好男粉 我给他喂上 怎么摆胖摆胖 你 哎呀大哥呀 你可太幽默了 买粉都给选好了 我又没喝澡 你应该长得傻人 大哥呀 大哥呀 谢谢你了 你不用替他翻译了 我是最了解他的 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 是吧 他说的我都能听懂 大哥 哎 我想跟老杨 单独沟通会儿 方便不 方便 谢谢你啊 大哥 你看人家这人老是多有水平啊 嫌我多余了 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如 然后我还跳不出来傻子 这您真是高人 老杨 你嫌弃 去 老 老 我不参与啊 没事 大哥 老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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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名啊 是我的小明 你小明 那可真是小明 你一点都没变 还是不敢看我 哎呀 你说这一转眼 三十年都过去了 你说怪不怪 我就到现在 那做那梦啊 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你看人还在梦着呢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 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 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 是你放的吧 是 不出个证 每周五 我放盒里多一个咸牙蛋 也是你放的吧 是我放的 四个证了 还有我那自行车 车台没趣 也是我放的 真逃 真来呀 你挺逃的呢 我都听到市民 你不就是为了 想跟我多待会儿吗 妈呀 你这你不会刻意哑你 你要我玩就这么多招呢 你真行 现在想想那会儿可真好了 小明 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 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 大妹子 你落到事 哥再回去做会儿行吗 行 大哥 我听明白了 他对你这各种好在你心里头重心了 是吧 然后突然来个不辞而别 晃谁呢 你那不打算跟人长出 你对人好干啥呀 你这是啥人事 他以为我转学不就是 因为我家搬家了吗 他在搬家 你撒谎 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 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喷水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报仇来了 这三十多年呐 泼得开水吧 年价来了 这是报仇来了 没生泼水干啥呀 不是大哥 老姚 你跟大哥说 哎呀这都三十年前的事了 还有必要说吗 你别说了 咱都这个岁数了有啥不能说的呀 你说不说 不是 说 说 说 听着你当个情感类栏目 我的主持人 大妹的 等我说 行 来我跟你说 嗯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小时候啊 有个毛病 爱喝水 那女人都水卧的吗 我还记得 当时正在上课呢 我举了三回手 老师也没看见 他看见了 按正常来讲 给你打一杯水 让你一喝 你能记得一辈子 对吧 结果你咋样 拿一杯水都泼在你脸上了 为什么呢 不是大哥 我当时那一集 那一集哪一集 不是那一集吗 那一集 哪一集呀 咱就不就说这一集呢 你嘛 你俩的情感世界 是一集一集来的 我只在不现在聊那集吗 我那集不是你那集 我那 你那集跟我那集 咱俩不都一集吗 他在哪集呀 我想听结局 你那怎么还得松了 不然办个VIP呀 看你这个屁 能听那么闻人话不 那一集 就那一集嘛 着急上厕所 举三次手 老师没看见 结果是尿裤子了 我一盆水泼在身上了 帮他解围了 结局了 听明白吗 哎呀妈呀 这老杨啊 那你咋不找出的 我就等着看这一集一名 你说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 结局就不一样 上学的时候 我前座也做个小女孩 也是这一集 你说我咋处理的 咋处理的 我给举手各老师了 你说你这人是 结果这集啊 子爷聚中了 眼睛就转学了 老杨啊 太感言了 我这集不重要 你们记得落你们这集 我来落 我的天 老杨 你知道我今天来 来干什么吗 我就是想当面 跟你说清楚这个事 我当时年龄小 怕丢人 不敢说出真相 就因为这个事 让老杨受了太多的委屈了 他为了保护我 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都觉得他是坏学生 甚至有人 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我听完 还以为他有病 这个事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 那说完了就得劲了 对 我现在轻松多了 是不是 老杨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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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眼睛都表达那么多了 你一天给他用眼睛做眼睛 你眼睛点正用的 你眼睛做自破玩意 啥用 小助手更新完毕 你重新启动 哎呀 你可算启动了 你再不启动 我就一动不动了 我就完了 老杨要说啥 你快记得说 我现在我啥也帮不上了 快说 是你上课时专注的眼神 一睁眼就是你在操场上跳披荆的身影 一抬头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 一低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馒头 这辈子你是我的全世界 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都能够面对内心真实的自己 不要再留下遗憾 你的意思我听懂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想亲口跟我说的 那我就先回去了 快点张哦 赢了 赢了 我 我躲了你三十年 其实我也盼了你三十年 难得我们都这个说服了 心里边啊 还能保留着当年的那份春日 人生这几十年啊 一折眼就过去了 别留遗憾 该做的得做 该说的话的得说了 今天 我就想把我心里埋藏多年的这句话 对你说 你听懂了 我爱你啊 你看看人家 太感人了 小猪手 在呢 像这种品质的老太太 能不能帮我找一个 你的形象太差 够像 这事就已经都得了 小猪手 在呢 我超脸管什么 好的 我走了 大哥 回来 回来干啥呀 这快过年了 咱们一起拍个抖音视频吧 对 没准心给你划了个老太太 你看看来看来看来 老太太 我手机拍 看看 而且现在呀 七年味卡分期 最高 能得卖 我肯探了个老太太是